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得异常恐怖 昨晚和女主一起去招鬼的五个女生一看这种情况都吓坏了 再也不敢迟疑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学校 学校得知此事后立刻请了大师来驱邪 好在在学校的帮助下女主也顺利地恢复了正常 事情告一段落后学校为了惩罚几个女生 便让六个女生假期留在学校做苦力 为了防止几个学生再去作死 学校还派出了一名女老师监视六个人 紧接着在假期第一天 六个人中的短发妹就再次开启了作死之旅 这天短发妹看到学校的园丁 正在十一寿的巢穴附近买了一个小包裹 随后在园丁离开之后 短发妹便偷偷地将小包裹拿了出来 晚上似乎为了让老师给自己统一阵营 几个女同学不约而同地 给女老师讲起校园里有关的恐怖故事 但是女老师并不相信几个人所言 并且告诉几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而后女老师决定当着六个女生的面进入实验室 准备在实验室独自待一个晚上 来证明自己并不害怕 很快女老师就进入到了实验室 传闻曾经有个女同学在实验室中遇害 自那以后就时常有人听到实验室中传来诡异的声音 此时女老师正神色紧张地拿着手电在实验室中巡视 突然一个什么东西朝着自己扑了过来 女老师被吓得不知所措 结果这只是几个女学生为了吓唬女老师而弄出来的把戏 最后女老师只能承认自己害怕了 和众人一起回到了宿舍 在这个过程中 短发妹将小包裹交给了女主 让她帮助保管 随后短发妹来到了户外 结果被食移兽的恶魔附身 并咬死了短发妹的女友 第二天晚上宿舍中的几个女生 突然发现有一人惨死在了厕所 想起了这两天失踪的短发妹 剩下的几个人急忙来寻找短发妹的男友 果不其然看到的是一具惨状的尸体 剩下的几个学生看到这阵势 再也不敢在学校待了 可是现在正是假期 学校也为了防止几个人逃跑 封闭了学校 正当几个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园丁大叔突然出现 问是否有人偷了残缺的镇魔法器 听到园丁的话后 女主才想起短发妹交给自己的东西 拿出来后交给了园丁大叔 在园丁大叔走后 几个女生仍在想办法离开 其中有两名女生就离开的方式产生了争执 两个人发生了自相残杀 一番屠杀后 最开始的六名女生加上女老师七人 此时只剩下了三个人 这三人来不及多想连忙逃走 结果在过程中跑散 女老师无意中偶遇了被石仪兽恶魔折磨的半死的园丁 园丁大叔告诉女老师 石仪兽恶魔也已经找到了新的宿主 很明显这个宿主就是一开始念咒语的女主 很快女老师和另外一个女生 被石仪兽恶魔杀害 最后只剩下女主一个人存活下来 第二天白天警方得知了这件事迅速赶往了学校 并将女主带到了医院 因为所有的人最后只剩下女主一人 所以警方怀疑是女主杀了所有人 但苦于搜索了一圈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而女主也在警察盘问完自己离开后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原来石仪兽恶魔实际上是学校的守护恶魔 因为那天女主念了咒语 导致女主成为了恶魔心的宿主 而石仪兽她的善恶业与女主的性格息息相关 好巧不巧女主因为从小家境不好 家庭因素导致了女主心理扭曲 表面上女主对其他的几个女生十分友好 实际上女主心里对这几个人十分厌恶 甚至是产生了仇恨 这才导致石仪兽变成了邪恶的恶魔 并在最后帮助女主杀死了所有人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